婷婷诗教 婷婷诗教 书香的早餐 常常骑在爸爸的脖子上 为什么要骑上去呢 对啊 因为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 知道远方发生了什么 外面的世界很宽广 也很精彩 我们慢慢长大 都会希望到外面走一走 看一看 就像一首诗 它很有名 流传了千古 就是今天婷婷姐姐要带你学习的这首 《灯灌雀楼》 先听婷婷姐姐给你唱一遍吧 白日一山季 黄河如海流 雨穹千里木 跟上一层楼 听婷姐姐啊 接下来给你讲一讲 这首诗想说什么呢 白日一山静 黄河如海流 白日啊 就是指太阳 一山静呢 就是太阳下山 沿着山的边上一点一点落下去 大家肯定会有点迷惑啦 太阳一般是金光闪闪的 或者是红通通的 为什么这里说是白日呢 是白色的太阳呢 我们想一想 什么情况下太阳会变成白色的呢 想到了吗 对 那是因为啊 当时有白色的云彩或者是雾气 笼罩在太阳的周围 所以我们看过去呢 太阳就变成白色了 这句诗啊 使人展现了非常宏大的空间美 描写出天空的景色白日 也有远方的景色山 而且还是动态的一山静 白日一山静 下一句 黄河入海流 黄河波涛滚滚 奔向大海 你看有意思哦 诗人站在冠雀楼上 那冠雀楼在哪呢 就是在山西 山西啊 在陕西省和北京中间 那山西是看不见黄河入海的哦 那么这句诗描写的就是虚景 是诗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 并不是真正看到的 那诗人要表达些什么呢 黄河入海流 实际上是描写时间的壮美 我们常常用黄河还有流水 来比喻时间流适 孔子就说过 适者如思福 意思是适去的时间啊 就像流水一样 不再回来咯 黄河 黄河崩腾不息 流向大海 在历史的长河里 从未停止 从西慢慢流向东 黄河入海流 当我们也站在高处 想四周看的时候 就能够体会出 诗人描写的时间 还有空间的壮美啦 接下来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就是你想要看得更远 看到更美的风景 那就要再上一层楼 这个就是千百年来 这首诗被大家记住的原因哦 我们都知道 每一首诗能够流传千古 并不是它描写的景色 有多么奇特 角度有多么吸引人 而是诗人的感触 真正打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作者王之焕 路过冠却楼 他就感慨 哇 多么壮美的风景啊 时间飞快过去 我要如何增长自己的见闻 提高自己的能力呢 那就要站在更高的地方 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 这样就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了 听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也很想 更上一层楼 看得更远呢 但是我们要怎么才能做到呢 听听听姐姐教给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看书 书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界 可以帮助我们再登上一个台阶 理解更多 学会更多 我们大家每天都可以看一些书 日积月累 就会进步很快哦 让我们每个人都学会这首诗 也可以写下来 送给你的好朋友 最后 大家跟着听听姐姐 再念一遍吧 我念一句 你跟着念一句哦 白日依山静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好了 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这首歌曲 轻松地把这首诗记住吧 我们下次再见咯 白日依山静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白日依山静 白日依山静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西洋楼 西洋伴着青山 漫漫落 淘淘黄河向海流 若是想看千里的风光 那就要登山静 那就要登上高楼 灯灌雀楼 塘黄之换 白日依山静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白日依山静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西洋伴着青山 漫漫落 淘淘黄河向海流 若是想看千里的风光 季 那就要登山高楼 白日依山静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西洋伴着青山 漫漫落 淘淘黄河向海流 若是想看千里的风光 那就要登山静 那就要登山高楼 白日依山静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更上一层楼 在山静 海流 更上一层楼 在山静 穷千里目 里面 三层楼 山静